欢迎订阅几个 过去我们对台湾都没有信心 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亚西亚的孤狼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海上的孤岛 我们需要各方面来保护我们 但是其实很早就有人讲过 台湾并没有那么无足轻重 因为我们在麦克阿瑟的眼中里面 我们是不成的航空母舰 当时麦克阿瑟他们当时要去打日本的时候 台湾是最好的前进基地 甚至日本当他要去侵略整个东南亚的时候 台湾也是最好的南进基地 台湾不管是我们在科技上 我们在人力上面 我们在我们的战略地位上面 其实都是不可或缺 可是你看到各大强权就要忽異忽略 我们台湾的重要 把台湾讲得非常不重要 你记得台湾安全 我们要摇尾起连来求别人来帮助我们 但这个态势看起来慢慢正在改变当中 因为连美国都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 怎么正视这个状况呢 现在白宫国安顾问华尔斯 他就讲得非常明白 他说如果中国真的拿下台湾的话 他会掌控整个全世界 先进晶片的80% 如果我们的 你就说不要看到这个先进晶片 光看这个地理位置 如果中国拿下台湾的话 光是这个战略位置 我可以控制全球GDP 50%以上的运输量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失去台湾的话 美国根本没有跟中国叫板的一个权利 根本没有能力跟中国来抗衡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于台湾来讲 已经不是这样 以前讲说我因为战略模糊 其实因为干嘛我要跟中国交往 因为要跟中国交往的时候 而我偶尔其实都是在牺牲台湾 可是当现在非常明火执杖的 要跟中国来对抗的时候 台湾你就必须要正视 台湾的价值你必须要去了解 所以刚刚讲今天失去台湾 是美国不可承受之重 你自己就讲过 其实台湾非常重要 以前刚刚讲 美国要掌握太平洋的时候 他曾经想做过一件事情 他想把台湾给买下来 法国到了太平洋的时候 他也想要一个地方 他也想要台湾 因为台湾的位置太重要了 更不用讲 你现在我们的所谓的晶圆 晶圆在未来的战争里面 更是至关重要 现在美国已经要 必须面对这个状况了 刚刚讲的 瓦尔斯已经说了 你如果拿下台湾 80%以上的先进晶片 要被中国控制 50%以上的所谓的战略物资 也要被中国控制 更不用讲 他们最新胡佛研究所 出了一本书叫金三角 金三角就讲 你未来要打赢战争 你必须要掌握晶片 而掌握晶片里面 至关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而且是让川普当选之后 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川普说了非常多 对台湾好像不利的话 可是宝珠我跟你讲 你不要听川普说什么 你要看他做什么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现在讲一下 川普任命的这个 这个准国安顾问 叫华尔兹 他说了什么 他说呢 他非常了解 这个整个中国未来的态势 他说中国第一步要并吞西藏 下一步是香港 再下一步是台湾 他说你要了解 我三步去 对那你要了解 激上香港台湾 对那你要了解 如果中国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们不可以 不只可以控制全世界 最先进晶片的80% 但如果你看看台湾位置来说 他可以控制往日本 南韩还有东南亚航线 中国可以控制 50%的全球GDP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跟他讲 事实上这不是川普个人的意思 他虽然说想跟中国 达成所谓贸易协定 但是呢 美国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是什么呢 他要让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最重要 这要怎么做呢 你必须要打败中国 才有可能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而且想要想的 在那个状况下面 台湾至关重要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护卫台湾 要绕整理说 我要用威克的力量 让中国不能侵犯台湾的话 你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是 美国的海军 美国的军队 必须要扩张 要让中国不敢起绝望动 而我们看到胡佛研究所 也就是美国右派 他们的智库里面 在谈的最大的观点是什么 美国现在要做的一件 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让中国不敢 也不能对台湾轻举望动 没错 甚至他在担任这个 这个所谓老虎小组的成员里面 他曾经问过 美国国防部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跟中国的军队 落差多大 他说目前中国的海军 用规模大过我们 他说大 比美国约莫 多一百多艘 他们航天军大过我们 而且他们正用 三倍扩张 不是加倍扩张 是三倍扩张 他们的核武器 所以他认为说 中国现在在权力扩张之中 那好 权力扩张之中 那你要怎么阻止他 他说得非常简单 我们要 赫阻他 赫阻 要给 要给对方 他意思是说 要给台湾 致命性的武器 宝贤 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他事实上 这是有原因的哦 他说你看 他说什么 他最近在讲什么 他说 这个习近平 在讨论这个美国价值 已经走下坡 东升西降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中国是当今 美国最大 而且他自己讲了这么多 好 那他说什么 他说为什么会有 乌克兰战争爆发 他说他当年 他早就已经去乌克兰哦 他去乌克兰 他当时用这个 中议员身份到 基辅基金会拜访 然后他就说 你要提供给基辅 相关的攻击性的武器啊 也就是说 你给他攻击性武器的时候呢 俄罗斯就不敢打你 你就是因为 你不敢去惹俄罗斯 你就说 我不要给他武器 结果呢 你后来等他 俄罗斯打进去之后 你再给乌克兰武器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 你要在对方 还没有发动攻击之前 你就要提供给对方 杀伤力非常大的武器 让对方根本不敢 入侵你的一个情形 所以是我刚刚讲的 你是研究国际政治 研究国际采新的 你现在感觉到说 美国共和民族两党 最大的就是说 你今天中共 你不但是不会犯台 你也是不敢犯台 所以 刚刚讲的 加强军备力量 就变成现在的险学了 对 没错 也就是说你看 他提供给台湾致命性 我觉得接下来 非常有可能会实现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保洁 那这个华尔斯 他不是一般人 他事实上 他在念过 这个维基尼亚军校之后 他有去当过兵 当过兵之后 他是绿扁帽的 对 那他在伦斯斐 还有盖茨两任 国防部长里面 任所为国防政策主任 所以 然后他还担任 前里的这个反恐顾问 所以他其实是 非常了解 然后他在众议院的时候 他在这个老虎小组 他就一直质疑说 你为什么给台湾武器 这么慢 他要求加速给台湾武器 那他现在上任 所以他上任没多久 听说我们台湾就提出一个 7166亿的军购要出来了 而且台湾里面 我们这次有涵盖非常多 致命性的武器 这就是跟华尔斯的主张 非常类似 威吓 他说你要先给对方 能够威吓 让对方不敢动手的武器 这样他就不会打 你不要等到对方打之后 你再提供那些武器 那就已经完全来不及的一个状况了 而且刚刚讲的 你现在是这个两手策略 两手策略里面 你一个刚刚讲的 我有非常大的势必性武器 台湾刚刚讲的 包括我现在已经不是自卫了 我要根本就变成豪租策略 豪租策略让你不敢来犯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晶片 这次我们看到了 拜登现在在任内 最后就是禁止台积电 卖给中国7奈米的晶片 你说这已经是打到了 中国的7岁 而且按照金三角里面的说法是 总有一天 终有一天 以美国为主的生产系列 对 跟以中国为主的生产系列 要完全的 赚没膠水没劳 没错 宝贤 那事实上在这次APEC里面来说话 这个习近平对于未来的川普喊话 他说什么 不要脱钩 那他说你不要用什么 小燕高强来对付我们 不要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他怕这样 但问题是 这个宝贤 我跟你讲 川普用的招数会更狠 两招 它对你不是小燕高强 它是一刀切把你全部砍掉 全切掉 全部切掉 好 那我们就讲 这样现在为止来说话 是这个现在拜登 拜登最后再出了一个很糟 他说这个7奈米以下的这个 AI晶片 你不能够卖 台积电不能够出给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保险那他一出来之后 那中国大陆是 哀声骗你 他们就说 你台积电怎么可以配合这个 美方这样的这个政策 你根本就是台独嘛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们很多人在喊话 为什么 因为AI来说的话 它是可以阻绝 未来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发展 从无人机 支架车 到未来很多的发展 机器人 所有产业 全部都被封住 所以等于是拜登用这样的方式 封住你的AI产业的这个发展 动不了了吗 对动不了 目前为止 中国没有能力 能够生产7奈米以下的这个状况 那我就讲 正在这个金针脚里面 而且我们刚才谈就是 现在现在不是该讲吗 我从28奈米 我从14奈米 我从7奈米 一直封锁吗 对 封锁到什么 我现在很多东西 你不能给你吗 我们在台湾没有感觉到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住到了 现在在中国 包括腾讯 包括滴滴打车 包括阿里巴巴 他们过去很多需要 医疗什么 医疗大量的电子运算的 医疗依赖这个 所谓的超级电脑的 现在这些的产业 也一个一个的出状况 一个一个在崩坏当中 对 没错 像中国的 很多AI相关的产业 已经发现到 有一些棒的出现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中国就说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自己生产 我们的设备 中国曾经有说什么 我们十年内 我们如果这个 自己发展设备之后 我们就可以追上美国 但是宝杰我跟你讲 这个金三角里面来说 他写了一本 这个博明写了一段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才发现到说 美国对于防止中国崛起 他到底是用了多少心 他说的是什么呢 没有错 目前为止 中国在十四奈米 像你有很多大量的设备 可以做 但是你那些设备 都是买国外厂商 未来川普上台的时候 搞不好会一刀切 你都不能够买 十四奈米的设备了 所以你这些设备 有可能会中断 那中断之后 那中国就说没有问题 我们有很多公司 比如说什么 北方华创 然后德森科技 中维公司 还有什么 这个北京中科电信 我们会自己做设备 像这个北方华创就说 我们可以做出 二十八奈米的 这个设备 没有问题 中国当然也说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自己做 我日后再往前延伸 这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博明说 没有 不是这么简单 他说我们可以封你 因为他说 北方华创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说 包括万科技术 这个扩斯特 爱德万 爱宜 还有很多包括说 像这个CMET 还有日本的公司 还有金池 大横 注油等等 他说这些 不好意思 都是美国 或是日本 或是韩国 欧洲的公司 我只要把你的供应链 把你封住之后 不好意思 你也没办法做 所以等于是我现在 还没有做到这一招 但你不要逼到我 让你对你下这个众手 所以等于是 他有一招一招一招 人在后面 所以说他是一层一层的来 也就是我现在 不让你做七奈米 我现在把你的 棋子外光机 森子外光机 给挡住 把你的棋子外光机 森子外光机挡住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28奈米 你还可以做48奈米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不管做28奈米 48奈米 你所谓的光科技 你的材料 还是要从日本来 还是要从美国来 你的运算还是要跟美国一样 美国可以一刀一刀的 把你全部砍掉 砍到什么结果 砍到就是 你虽然中心 现在可以做14奈米 可是终究有一天 你会什么都做不出来 对 没错 所以也等于是说 他是一刀一刀切 你看我在讲7奈米 7奈米的AI不让你做 简介下来的话 川普可能会升级到4奈米 以下都不让你做 简介下来的话 中国以上的 这个所谓设备供应商的 我把你的供应链砍断之后 中国你真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要知道 从这个金三角这本书 你才知道说 其实美国是有一些政策 而且他们研究得非常清楚 他们目标是怎样 保持中国制造 三大五个世代以上 美国对他的领先 世代 世代领先 所以你都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有没有 目前为止 中国大概约莫是7奈米 他们可以做得出来 那目前为止 以西方设备 就以台湾阵营来说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做到2奈米 所以约莫有三个世代 所以美国的意思是说 还要再继续拉大 所以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最近台积一定会跌 很简单 因为川普上台 我跟你讲 最严格的半导体经历 绝对会出来 还有 一定会出来 这是美国必须会做的一件事 所以这就是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为什么全世界的晶片股 都非常紧张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川普上台 最严重的打击 恐怕就会来到了 因为美国国会 曾经做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讲说 现在中国在航天事业 在大数据上面 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上面 基本上都是领先美国的 刚才讲说 这里面都有个共同的特色 他们的基础都是晶片 如果你把晶片封锁了 它这些东西都会土崩瓦解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金山脚里面 书也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事实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晶片是非常重要的 那即使是中国真的 假设他真的拿下台湾的时候 他也无力运转 所以等于就是说 你拿下台湾也没有用 那这样的话那怎么办 那你就知道 这个努力的看 美国怎么去封你的状况 好 所以保写你知道 事实上这几天大家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那台积电未来该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台积电未来的方法 就是跟美国结合在一起 保写很多人都误解了一件事 都说哎呦这个川普好像 很讨厌台积电很这样 不是 其实保写 我跟你讲 川普非常喜欢台积电 为什么 太爱了 我们回到原来的一开始 保写你知道 现在台积电的美国厂 是在谁的阵内去的吗 不是拜登吗 就是川普时代 是川普的 2020年的5月台积电宣布要到亚利桑纳州 是川普去的 那为什么要去 是因为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 他就要求美国国防部要调查一件事 美国的晶片是不是有很多 没办法自己生产 所以后来在美国国防部的要求 2019年的要求之下 来拜访台积电才促成了台积电到美国去 2019年请问是谁的任内 是川普的任内 那为什么选亚利桑纳州 是因为他是个摇摆州 他选了亚利桑纳州 结果他这一次在亚利桑纳州 他赢了20万票 所以川普其实并没有讨厌台积电 只是为什么他要讲 因为晶片法案是拜登弄的 他不可能去附和拜登的语气 所以跟你讲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美国朝野都非常知道 台积电重要性对美国到底有多重要 所以台积电接下来 只会跟美国捆绑得更加在一起 那这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事实上对台湾也是更加安全的 好 乔老师 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注意到说 你说瓦尔是在接受这个访问 非常重要 因为他等于说是 美国最核心的官员 第一次把台湾的角色 说得这么重要 如果把台湾角色说得这么重要 今天不是只有台湾是靠美国 如果中国拿下了台湾以后 80%的先进GDP 都是控制在中国手上 更不用讲你的战略位置 战略位置你只要控制在台湾 今天刚刚讲你到日本 到韩国 你到东南亚 这些货运都要经过台湾 你等于掌控了全世界50GDP以上 整个货运量 代表现在美国的利益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 美国的利益跟台湾的利益 明显的是要绑在一起了 华尔兹这个准 我们讲的国安顾问 他讲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要研究一下 他的意涵是什么 刚刚那个世聪也讲得很好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叫 台积电的晶片叫细盾 细盾这个概念 其实是澳洲的记者提出来 也就是说当中共武力攻打台湾人 说台湾有个盾 这个盾就是晶片 所以细盾是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看看这个华尔兹过去的言论 至少在我 就川普这一次选上之前 其实他对台湾没有太多论述 但他对中国有很多的批判 比如说他认为说 这个2022年的北京的冬奥 应该要能够要进 那他也认为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病毒 武汉肺炎是从那边来的 他有攻击中国很多 他没有讲台湾怎么样 但是这一次 他已经要上任这个国安顾问 他讲得很清楚 他就说台湾 为什么重要 他把晶片都把答案讲出来 所以这又回到了战略清晰 那我有一个比喻 各位观众可以听看 第一个就是说 川普在上任之前 大家怕说 川普跟台湾收保护费 好像说我们缴个保护费 一个什么保全公司 他来这边签个巡逻箱就走了 现在不是 现在感觉起来 三个包括卢比 包括这个华尔兹 还有包括这个房长 三个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川普是想要开一个 保全公司的分公司 也就是台湾你必须要入股 分公司 一般我们只是小股东 我们也要入股 那入股呢 你就负责这个所谓工料 负责设备的供应 设备的维修啊 这些 那就是可能就会 对应到刚才施东讲 就是把台积电跟美国绑在一起 这样 我们看到史丹佛胡佛研究者 那边有数字就提到 最终金三角里面 台湾跟美国绑最紧的 就是国防晶片 没有错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晶片呢 基本上来说就是 因为 既然是他的这个准 国安顾问的这个看法 其实就是川普的看法 因为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他任命很多建制派 或者是至少有一些实战经验的 第二任因为川普已经豁出去了 所以他时间很短 他任命的一定都是他的心腹 一定是百分之百忠诚度的 所以我们可以更能够推估 就是说他下面的人讲的话 就是川普讲的话 对 OK好 所以我要讲 这一次为什么我们会说 到最后我们发现 川普对台湾 对中国的抗争 保护台湾 或者说跟台湾绑在一起 或抗争中国 美中的对抗 已经不再是贸易战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鲁比欧这个国务卿 一上任之后 鲁比欧是何许人员 他是这个 佛里达州的参议员 对台湾非常非常友善 那他也讲了多次 就是说他也跟参议文件过面 也说台湾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美国的一个好友 战略的好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格局看起来 不会是只有贸易战 应该会比贸易战更多的 政治战外交战 有没有可能是军事战 也是有可能 那最后我要讲 为什么美国不能够让台湾拿下 很简单 有一个罗马尼亚的一个 战略学校叫勒特韦克 他说如果中共拿下台湾那一天 就是美国霸权在地球上终结的那一天 我也这么觉得 他说如果台湾被拿下来 日本马上恢复真兵制 两到三年转成核武大国 如果台湾被拿下来 马上日本跟俄罗斯这两个 看起来不搭搭 会搭在一起因为海参威的争议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对于美国来讲 不管川普他在怎么样的商人性格 他总是有张王牌 这王牌是不能出的 只要中国拿下台湾 这个全世界 没有人会去听美国的 更不用说我们的台湾海峡 每天有85% 全世界商船都要经过 所有的世界是瘫痪 这个真的不是危言总听 为什么台湾跟乌克兰 不一样就在于说 我们在第一岛链上 我们的这些商船 我们这个晶片 等等等等 让这个川普越执政 他越觉得说台湾这个牌 太好用 好用到你是不能打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神主牌 在这里 所以神主牌 跟打出力的牌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觉得主要就是 我们做好准备 川普诸一招 我们就马上接一招 我们临时应变 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把所有各种的发展 都推估之后 我们就能够再长治久安 好 非常 其实我二次这个谈话 为什么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 他已经确定了 台湾跟美国的利益 是绑在一起的 第二个是 他说现在 包括现在美国 我们看到很多是说 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要有没有足够的威吓 要足够的威吓 这是让中国不能打台湾 因为只要中国打台湾 对所有人来讲 那是重大伤害 那你要不能打台湾 你要给台湾刚刚讲 他说已经不是刺猬 你一定要是豪猪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豪猪 那你要卖给台湾 很多的非常强的武器 大家非常好奇 你都已经卖了F16V了 你都已经卖了 这个所谓的海马斯火箭弹 你还会卖什么大的武器吗 美国人要卖我们新的武器 跟保护台湾不是 因为你台湾了不起 台湾长得漂亮 不是啊 全世界八九成以上的 先进制程的 这个等于说相关的 这个等于晶片 在台湾啊 所以台湾如果万一 被老公拿下来 那美国不是GG了吗 这些飞弹 这些飞机 这些相关的 全部都在剑啊 那么台湾有这样的 一个历史定位 那台湾会不会 要买新的武器 保护台湾知道 最近这几天 美国干了一件事 F35C 不是在这个上个礼拜 第一次空 那个等于说直勤 去打这个 燕门福塞组织吗 对 F35C 正式试射 那么我们常讲的 AGM-158 AGM-158C 是反舰飞弹嘛 台湾要 我已经在本节目 从川普第一次当中 讲到现在嘛 希望这个 次因素的半年中的飞弹 能够卖给台湾嘛 那么今天 F35C 正式试射这个飞弹 有什么了不起 之前F18 F16都试射过 这次是直接由 F35呢 来试射 这个反舰飞弹 这个反舰飞弹呢 只要那么等于说 试射成功了以后呢 事实上美国现在 已经慢慢也不要用 AGM-158C 因为它有更先进的 那个武器了 所以你就知道 我问你 过去我们争取半天 是不是买不到 对 你怎么知道 这次买不到 这次你怎么知道买不到 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买不到 而且目前看起来 那么我已经 我们大家渴望很多的 提康特罗加的神盾剑 不是像我们国防部长 顾力雄说 卖要石烧那么多啦 我跟你讲啦 他真的卖你石烧 你台湾也买不起啦 但是台湾如果能够 买到三到四艘的话呢 那将对我们的海军 是一大鼓舞啊 对我们海军战力 是一大提升啊 因为很简单 因为呢 那么这个提康特罗加呢 这个等于说 飞弹发射 垂直飞弹发射之外呢 事实上它上面的数位 数位雷达 它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数位式的 整并效果 也是最终几百个系统 那是我们现在最先 我们最台湾来讲 最先进最先进是四艘 比较老旧的既得舰嘛 所以呢 如果能够四艘的提康特罗加 那对我们多好 好 他美国先 美国现在不是讲说 希望台湾 其实他某种程度说 希望台湾能够 也一起加入这个 包括亚太 尤其是亚洲的防御系统嘛 那有个东西 除了提康特罗加 这个等于说四艘 已经封存的 这个相关的神盾舰 那么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没有四艘 四艘绝对有嘛 不可能没有四艘 其中一艘才刚封存 放在这个夏威夷而已嘛 那么E2D的 那么空中预警机 一定要给台湾 一定要卖给台湾 过去的几任国防部长都说 因为买不到买不到 所以就几乎快要放弃 卖给台湾来对付 那么渐20跟渐35嘛 所以呢 要对付渐20跟渐35 中共的逆动战机 就没有E2D就办不到 E2D配合F16V66架 OK的 没有问题的 就抓得到他们嘛 所以E2D不用多 四架到五架就可以了 你买多没有用 所以市场这是最重要的 他会卖吗 我告诉各位 过去可能不会卖 我跟你说 因为川普销销 我问你一件事嘛 过去他可能 你可能想象他会卖我们海马斯火箭弹 他会卖我们M&A2T吗 不可能嘛 我们的坦克怎么可能 卖给我们地表最强坦克 马上要来了 马上这个月底 最快最快这个月底 38架 38就来了 我们不可能 那么不可能 我跟你讲 另外有关于 那么这一次金融时报提的 说台湾要买400颗的 爱国者增程型 对不对 这个讯息是有误的 为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买了100颗增程型的 我们总共 那么爱三型的 爱国者三号型的 那么相关的提升的是384颗 384颗之外 加一件上这100颗 本来6组 北中南各2组 现在加进来各1组 等于北中南各3组 所以事实上 我们本来就有爱国者增程 最快最快 明年到后年就会进来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多买 为什么 因为在过了几年以后 爱国者增程了 可能也会变成 比较老旧的这个防空系统 但是我们要买什么东西 告诉各位 我们要买的东西 还是驻美代表 现在我们的副总统 萧美行几次到美国 那时候在美国 想尽办法要买到的 智慧型水雷 过去可能买不到 但要现在要求 包括他们的国安会 这个等于说国安会的顾问 包括他们的相关的国防部导 都希望台湾 那么富起相关的不对称战力 我猛力 除了这个所谓的智慧型水雷 是不对称战力 里面的最佳表示之外 还有什么 这些最后 我把选项放在最后 才是F35B 也不是60架 就是30架 但是为什么放在最后面 因为卖的可能性最低 就是卖你 就是卖你 我可以告诉你 老共的歼什么歼45 歼55出来了 我们都还没拿得到F35 因为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 以前你不敢开口 是因为 他一直拒绝 一直拒绝 现在对台湾来讲 拜托 从这次乌克兰战场 你要知道 乌克兰是源源不断地 获得很多的资源 弹药武器资源 才能够打到现在两年半 台湾到时候 中国一封锁 什么弹药武器都进不来 所以要趁现在 我们有钱 台湾不需要你 什么拜登政府的500亿军援 台湾有的是钱 就怕你不卖 台湾释出的诚意是 绝对重中自重 绝对有够诚意 那这节目就丢了一个 七千多亿的吧 七千多亿 事实上我刚才已经讲了 其实是把之前的这些 全部包起来 各位不要小看 单单这个四架的 这个死神无人机 四架加起来上百亿 现在我也必须要 跟我们的国防部讲 有时候要比较敢要 为什么呢 既然川普要 我们就在加钱 就跟M1A2T一样 加钱跟他们要更好的东西 你的四架的死神无人机 不要再给我侦察用的 挂架给我挂上去 台湾有两三千枚的地狱火飞弹 我要那个无人机 是有攻击 攻击跟自卫能力的地狱火 那个飞弹 不要再给我单纯的 只是在天上 看一看的这些侦察机而已 我们可以趁机 加钱要挂架 好 雨菲 干涨的赛数如旗 欠坑目前 没有想到 拜登要走之前 突然大开杀戒 第一个 我一千七百亿的这个军援 赶快给我送到乌克兰 第二个就是 乌克兰所有的捆龍锁 全部都要拿掉 弄到什么程度 弄到连川普都吓到了 对 你川普想要和平 我拜登就在最后下台之前 给你来喇掉搅局 为什么 各位 你仔细看到这张图 你会发现 这边有红色的一圈 一圈 一圈 有里向外 保利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乌克兰它的炮火索急的范围 这个是乌克兰 我们讲它的领土 然后这里讲是克里米亚 但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有一个不应该被圈到的点 在整个拜登 大开杀戒之后 也被圈进去了 在哪里 就这边 莫斯科 就是莫斯科 开什么玩笑 普丁就在这边 你怎么会说 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 库尔斯科在这边 就你这个范围之内 刚好这个射程 事实上配合 我们讲 不管是海马斯系统 甚至有一个系统 可以打更远 叫什么 暴风之影 就可以打到莫斯科 也就是现在 你在这个战场上面 已经有海马斯 有这个ATS研 有这个暴风之研 现在他们本来的射程 都受到限制 而且它攻击范围 不可以到俄罗斯的本土 没有想到 现在拜登说 你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你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 首先你看到 它这个分好几层 第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火箭弹 也就是说火箭弹 我可以打到80公里的范围 所以整个乌克兰的边境 是没有问题的 而Atak N57 这就是我们讲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它可以打到哪里 大概300左右 但不要忘了 这时候还有什么 AGN 158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嘛 它可以再打得稍微更远一点 但最可怕的是暴风之影 暴风之影 暴风之影它有所谓的真诚型 来各位 stone shadow 在这边 就是由这个系统 可以打莫斯科 所以你说 可雨萱 暴风之影又不是美国 它可以允许的 对 那欧洲的系统 对 结果欧洲也跟进了 你以为只有拜登在封吗 没有 欧洲也全部大家都疯了 来哦 你看法国跟英国说 我现在看到拜登的意思 我也了解了 我也允许呢 提供远程 也就是风暴之影 来 这东西呢 最整 深层型 达到500公里 我们现在也开放了 开放谁可以使用 给乌克兰使用 所以宝德哥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最后要再做这个动作吗 他有他的战略目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讲 库尔斯克之间 现在是我们讲的 火力非常双边 竞争非常激烈 他是要确保说 库尔斯克 能够在谈判最终的时候 也被留下来 所以我才提供这种 可以震慑到俄罗斯本土 以及他后援补给 包括我们他的油料库 包括他的代料库 所以本来以为说 今天乌克兰的军队 孤金深入 拿下了库尔斯克 你可能守不住 可是现在拜登 要在最后的状况下 让你守住库尔斯克 对 而且不只是拜登 各位你想想看 对于现在的北约来讲 最害怕的是什么 川普上任 川普上任之后呢 可能我们所有的经费 都要留我们来支出 所以如果在乌俄战争最后的一个嫌弃 我们能够在谈判桌上 留好的筹码 我们当然要all in嘛 他们是希望能够把乌克兰 这个库尔斯克 彻底的守住嘛 而且保德哥 你不要讲说 哎呀 这只讲侧城而已 你知道那破坏力有多强吗 来第一个 俄罗斯最英卫号的 萨姆300 萨姆400 300已经不够看 400当时就是这个 Attackens哦 我们还没有讲公报之音哦 来保德哥 你知道这个残骸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萨姆400 对 萨姆400 把萨姆300 400摧毁殆尽 你看哦 这个是防空系统 结果防空系统呢 被应该要防的东西 大的我们讲落花流水 就跟偷偷烂铁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美国军援 他们提供的 我们讲的 这个导弹啊 那你想想看哦 请问一下俄罗斯本土 会不会也有这种萨姆400 有嘛 因为萨姆400 已经是他们最顶规的 我们讲接近顶规的 这种防空系统啊 所以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 连Attackens都拦不住 那请问内力 他们的国内 都开放轰炸的话 那请问一下 他们能挡得住吗 而且你不要讲这个 更高阶的 萨姆500也是 当时萨姆500一样啊 他号称说我们讲的 防空系统 它的范围高达600公里 结果6亿美金的东西 也一样 保陆哥现在你看到的 被打成是破铜烂点 所以你想想看 当这个东西一开放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game changer 等于说523的战况 会全面进入更激烈的白热 而且你现在来看看 画面是吧 他现在 我刚刚讲的Attackens 就是说ATS业里面 它是可以放急速弹的 而这个急速弹 是可以做一个面的攻击的 而你看到这个面的攻击里面 如果你今天一个步兵部队 我只要一枚的ATS业 可以让整个步兵部队 全部死亡 这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这个沙滩 这个沙滩是什么 你想想看 这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结果那个时候 当然他们说是意外 都在说被击毁了啦 但是各位 那时候你看海面上 全部来跑 对各位这就是急速弹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而且急速弹有两种 而Texon它本身就可以发展急速弹 但另外一个陆军炒战系统的 急速弹之外 火箭弹也可以打急速弹 换言之 现在它不管是80公里的射程 或者是300公里的射程 它每一个都可以有急速弹的功能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落在防污区 如果落在郊区 如果落在非军队 甚至是你后勤补给 散装的区域 它可能没办法摧毁 重大的我们讲的军事设施 但对你的人员伤亡 绝对是毁灭性的破坏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接下来就看 整个乌克兰可不可能 升高那个攻击态势 对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乌克兰 怎么讲 它要打击的是 俄罗斯有源源不绝的后期一直来 它现在你知道俄罗斯多惨吗 因为它能力上的需求 是不是很严重 所以它变成说 原本是15个人编排一组 现在改成三个 为什么 因为每次拍到截截区 大规模伤亡 但你想想看 它现在是我们讲 战场上大规模伤亡 每个月死伤一千多个人 但如果后续 连它躲在后方的比如说油料库 比如说它的弹料库 比如说它的能源 甚至我们讲莫斯科 近郊 它是不是有一些电厂 那你想 最近都有一开始 有一堆无人机 往莫斯科 几十架几十架的撞 如果到时候乌克兰真的发起很难 在最后关头三十几天的时候 如同我们刚才看到的 来 它就把什么打击掉 比如说把我们讲俄罗斯 一些重要的能源设施 给彻底摧毁殆性的话 到时候 不只是乌克兰 现在国内是一片战火 连俄罗斯也没办法倖免 好 玉凤 该讲到现在 没有想到因为拜登开始放 开始开绿灯 开绿灯了以后呢 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了 全世界最紧张 等于火力 最密集的地方了 对 像乌尔战争打到这里 已经把这个季度 感到最极致了 这个画面我们直接看进去 这个画面呢 就是俄罗斯直接无人机 大规模的空袭 乌克兰 乌克兰呢 它用防空炮火 这种高速机炮 你看打成这个样子 就是在奥德萨的地方 对 把暗夜打成白天 奥德萨这个地方 面对这一种乌克兰 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 这种无人机的攻击 它就直接疯狂 疯狂的扫射 扫射下来大概扫射掉了 五六百架的无人机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惊悚 其实这画面你看起来 你会觉得说 天哪 怎么打成这个样子 其实你会知道说呢 它这种画面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的这种高色炮火 没有停过 因为无人机来了太多架了 所以就直接把它给打下去 那除了奥德萨之外呢 它说其他的地方 也都有把这战备给加强起来 过去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哲伦斯是一直 求爷爷告诉奶奶要F-16来 那F-16来到底有什么用呢 F-16来现在来说的话 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以前乌克兰还是什么 它还是这个舒适的武器哦 所以呢西方世界 给了它的这些火药 火加弹药你加挂之后呢 是没有办法展现它完全的火力的 这是F-16来之后呢 就可以加挂AIM-9 这红外线导引的短绳飞弹 打下去之后呢 有一个好处 反正你F-16飞过去之后呢 超市战你打出去 打出去之后呢 这AIM-9呢 它自己有雷达 它自己会选标 所以能打出去之后呢 这小尾车飞弹 它自己去找空中的目标 所以呢效果非常的好 短短的时间之内 已经打掉了数十个 俄罗斯它的空中目标了 所以它等于打完之后呢 F-16就走了 数十个飞行器了 对数十个飞行器 打完之后呢 暗初发射之后呢 射后不离 打完就离开 打完就离开之后呢 就让俄罗斯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这些空中目标 都损失非常非常多 军损这么多 对军损非常多 可是呢你看哦 现在来说的话 俄罗斯能够停吗 不能停 在整个川普正式上任之前 你一定要把这个进度 赶到最大 所以呢它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密密麻麻的都是什么 都是黄色上来看的话 都是五人机 都是俄罗斯来攻击五人机 所以呢现在连续四天 不管是在奥德萨 还是他们的基辅 全部都是疯狂的打击 打击下去的话 以前哦只会打军事目标 现在连那种电网设备 也打下去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冬天 两边都疯了 对两边都已经疯了 如果你电网设备 被拖坏之后的话 你要想乌克兰他们 冬天来了 非常的冷 你无法发电怎么办 所以电网设备也打 然后呢 这些市区也打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它的火力发电厂 连续的第八度遭到空袭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两边都已经打到 不讲武德了 对 我们真的要去日本打球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32年来 在整个棒球三大赛里面 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现在进到了四项 进到了四项以后 我们第一个 我们碰到了委内瑞拉 我们碰到委内瑞拉 有胜算吗 你说 其实我们对委内瑞拉的选手 非常熟悉 我讲实在 委内瑞拉主要的重点在于投手 他们在投手 整个A组的六队当中 他们的所有的防御率是2.63 是六队当中的第一名 所以说基本上有投手 投手很巧 对 可是这些投手 台湾的观众可能都比我还熟 因为几乎都在终止打球 你说委内瑞拉现在要打的投手 都在终止打过球 对 圣骑士是统一的王牌 罗哥跟富兰哥都是富邦的 那基本上富兰哥还创了161的一个球数 那这三个人都是进攻的整个态势 就是有相当好的控球跟球数跟球威 这都是那种10胜以上 而且防御率都是可以控制在不到3 这样的水准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台湾的称呼是SS级 就不是S级 是SS级 很厉害 这就等于就是说 就是台湾的职棒队会花重金 去牵过来 就是一个礼拜要赢一场那样的等级 那我们打得到哪球吗 基本上可是熟 熟 基本上这就是比赛 那对我们来讲讲实在话 可是你反过来讲 我们对这三个投手也非常熟悉 对 所以说基本上像这两个富邦的 罗哥跟富兰哥都已经先打电话 跟戴裴风讲 我等你 这就是罗哥 对 他们俩都是韦丽瑞拉的 对 他都已经先到日本说 我在日本等你 我看到你 我一定要把你扇震 而且三个人讲说 我们这三个投手 一个四局 一个四局 然后富兰哥负责结尾 九局 把你勘强了 话都讲了 你来跟台湾嗆家了 话都讲了 熟 这就是比赛 这就是比赛好看的地方 那对我们中华队而言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一次从黄金世代的这些教练 到球员 到我们的捕手林家政 就我们的体系建构得很完整 那遇到强强相碰 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很难去奢求说 我打到了最后的四强 遇到的都是那种三流的 我随随便便就八分九分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是碰到这么强 我们有机会吗 基本上这就是中职的水平 中职 这就是中职的水平 所以这应该这样讲 我们的中职现在这么厉害了 对 因为中职的水平 要有这样等级的球员来 才压得住 可是讲实在话 好 就算是罗哥 富兰哥 看起来数据很好 富方金人的战绩 对 这样我不知道我会得罪人 不过富方金人的战绩 我们还是有破解之道 代表我们还是有办法打得到 所以说基本上 这已经不是对中华队太大的问题 中华队最大的重点还在于说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攻击策略 能不能真的坚持 能够做到好 就像比如说 我们之前在前一段聊到说林立 林立在当他跟彭正敏 在看那个所谓的 所有的分析的时候 分析表 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 中联代恰恰 还是龙猫可以跟林立讲说 这种球 他的策略是这样 你在拍的是 你可能脚稍挠着 往方方向 搓到一半一 搓出去就有了 所以那个重点在于说 我们的教练团 可以适时的给 攻击策略的指导 而不是只是用说的 数据是这样 而是我能够告诉你 这就给你安打 就像火哥 火哥为什么在这个教练团 这么重要 因为火哥在勤收的资料 他的资历多么的深 他在国际赛缔造什么 四支全力打 六支支安打 45分打点 0.328 394 464的三维 所以因为有火哥这样的人物 他可以让陈杰县 很清楚的知道说 怎么攻击 因为我告诉你都是实战 我这些人我见多了 大联盟的160的 防御率5.5 都打过 哪有什么 所以说当你的教练团 都是这样的成分 这样的水平 当你的球员 每天接受这样的东西 就像林家政强 可是没有 不是林家政而已 戴裴风 跟吉利吉导拱冠 他们在看了 勤收资料之后 是一起研究 三个人要必须 先有共识 配球 所以说落差不会大 所以当大家都有共识的时候 整个团队形成 那个团队的战力 我并不是很怕 单独一个 两个力量 而在于说 我能不能根据 教练团的攻击策略 执行到底 然后找到失控球 一遇攻击 所以我不是只是大家 这样子买冷意 买饮料一样 这个东西是 我每个人看了球以后 原来我们的数据 做得这么完整 数据做得这么完整 我们在这里以后 刚才讲的 恰恰是这个 所谓的打击教练 我们看到王建民 是这个投手教练 马上其实要给回馈的 其实讲才话 大数据分析 现在的当道的险学 可是重点是 数据分析之后 然后呢 有没有办法执行 别人讲你可能不相信 恰恰讲你总该相信 那基本上他有那个能归 他知道这种球进来 要怎么面对 那所以说林立也说 他很感激恰恰 给他一些步伐上的指导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当下 就那么一次的机会 一场球下来 那个三分炮 对 一场球下来 投手投面对你 可能就两球三球 可是你怎么样抓到 他那个可能的尸头 跟知道他可能 投球撤球 球往来面进来 问题是你要怎么攻击 才能够所谓的 contact的精准 让这个球飞行到 你所想要的距离 所以这就是这些的 当代的黄金世代的教练 能够给予的 当下的一个指导 这个指导是无价的 所以志明 我这样听你讲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现在的教练 刚刚讲的 从恰恰 叫王建民这种 已经是新一代的教练 而且这个等于说 受了最新知识的教练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选手 再加上我们宗旨 这几年来的改变 那都不太一样了 对 刚刚在试药 我也跟嘉敏聊过 其实没错 情搜确实真的很不容易 情搜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 他要去很多地方 看很多很陌生的球员 可是就是一些 这些的数据 不断地接收 接收 接收 分析 等到有一天 名单出来之后 因为我之前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等到名单真的出来 知道这些 这些都在我的掌握之内 然后这些资料 抓出来做分析 分析之后 交给这些 有经验的教练 这些教练是看得懂的 这我知道 所以这些教练很重要 对 这些教练是身经百善 大小场面无数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 这些东西 他的解读快 那再来像林家政也是一样 头补之间的搭档 林家政 所有的高智刚 怎么形容他 思考 清晰 逻辑 清楚 对 所以说他永远不会脑冲血 而且他的什么 适应力很好 为什么 他在美国那个体系 他自己到美国去 高中之后去美国 然后是选秀进去的 讲才话 你会遇到墨西哥人 你会遇到多米尼加的 你会遇到讲拉丁文的 讲西班牙文的 你如果没有办法 很快的配额 你怎么可能当场上的指挥 对 那个控球的那个重点 所以说 因为有这些很好的厂上指挥者 还有我们很好的教练团 跟我们球员本身的经验值 提升理解能力强 马上能够吸收解读 所以才会打好的陈 所以说我觉得 遇到任何的对手 对我们来讲都不足为据 好 嘉宾 当然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7点56倍 我们现在跟古巴 我们也2比0了 我们现在连古巴我都可以 跟这讲 我以前都觉得 我们以前的棒子有这么强吗 而且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 每一场都有拳雷打 这一次我们不止每一场有拳雷打 其实你看连这个第几棒 打拳雷打都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 过去大家就觉得 你说六支拳雷打都不一样的人 对 不一样的人 而且不同的棒次 过去大家会觉得说 棒球大概345中心棒次 但是现在不是哦 你看我们对中华队 就打了两支拳雷打 包含 陈辰威他是打1棒 还有陈杰线他打3棒 好 这两支没了 在中华队到多米宁家呢 江坤宇他是9棒 而在中华队日本的戴平风 7棒 昨天对澳洲 林立2棒 然后吉利吉了四棒 顺利了123456789 你这六支分 你怎么防啊 你完全防不了啊 对于其他投手会觉得说 我应该是专心对付你 中心打者就好吧 不好意思 没有 因为我们中华队 这棒次分布的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这一次 像我刚刚也提到的 就是说今年中华队的这一个 另外一个打击教练 他会讲 其实国际赛要打拳打 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些投手你都陌生 你不像说 你可能这些投手 在中华直棒 你有对战过 你知道他的球路 他的习惯是什么 没有 你在国际赛 你都不认识这些投手 那怎么办 第一个你要靠勤收 你要透过勤收 去了解这个投手 他的特性是什么 那另外刚刚也讲到 韦内瑞拉 有很多投手 在中指打球 所以巴哲哥你说 我们对韦内瑞拉 有没有机会 我告诉你 我们的熟悉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韦内瑞拉刚刚讲的 三个主力投手 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 而且你要知道 在前一次的 这个世界棒球12场 上一届 我们3比0赢韦内瑞拉 所以你看这次 虽然说 富兰哥 大家知道说 他是富凡汉仗的终结者 在今年也有 十几次的救援成功 你会觉得球速很快 但是中华队 对于这种 150-160的投手 你说实在不陌生 而且他的这个控球 他有速度 但是控球不一定好 所以变成说 面对他 老战友了吗 你要投什么球 我会不知道吗 对不对 再来罗哥也是 罗哥今年 虽然战机上看起来 十胜三败 但问题是 大家对战 他也非常的熟悉了 请搜报告再进来 而且我都是中指 一流的打者 凑在一队里打他一个 不是我还要请搜吗 你就在我这打球了 对你太了解了嘛 然后再来 这个统一的 这一个升级室 他去年表现好到 成绩被挖到 韩国职棒去打了半季 结果被韩国职棒 退货回来了 为什么 就表示他的成绩 或许第一时间很好 但是韩国职棒 没办法失忆 所以现在中指 最一流一个打者 要打他一个 你说对 我内瑞拉会 没有机会吗 我认为机会很高 好那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队到了这个东京 要跟美国 要跟日本 要跟韩瑞丹 我们有机会吗 我说实话 美国队跟韩内瑞拉 是截然不同的一支球队 他的投手 没有像这个韩内瑞拉 来得这么强 他强的是他的打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美国队阵中 有四个是大联盟 百大新秀的一个球员 你知道一年的新秀 有上千个 他能够在排名排在前一百名 你就知道有多厉害 尤其这一个 游击手光芒队的 21岁年纪很轻吧 他排名在第四耶 上千人都排名 百大新秀排名在第四耶 那另外还有 这个因为我今年 我在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有转播到 美国队的比赛 所以我对他 非常的有印象 叫做Mate Shaw 他在目前前面这几张比赛 其实全雷打之数 就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知道 他的进攻火力非常好 所以美国的棒子很强 美国的棒子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说这几个新秀之外 另外还有 还有这一个 现在他总共台打伍子安打 有四支都是全雷打 所以你就知道说 美国队他的这个打击 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状况 那你说 对美国队有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之前 也曾经用过下钩的投手 去投美国 收到非常不错的效果 我们正宗 有没有下钩的投手 有啊 就是黄子鹏啊 就是对这一次 在多明尼加投得非常好的 多明尼加也是打击很好 所以你说 这一次我们进入到复赛 对到棒子那么长的美国队 我认为其实机会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好 所以志平 刚才讲我们现在 到了这个东京 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惊喜 回来吗 其实你看今天 在对古巴的这个阵容上 我们刚刚提到 林家镇放一垒 然后戴白峰上 吉日吉老拱冠也上 那黄子鹏 其实投了一局多 就下来了 那就代表说什么 只是让他上去 稍微试一下 所以代表 所有的一个重点 都要放到了到东京 东京 然后呢 林玉民这一次 在最后一场没有出赛 所以说等于是 我们到了东京之后 我们的投手 应该是不是一个 最完整的一个状态 战力 休息 各方面都OK 再加上有林家镇的引导 所以说当然 可以这样子 比较乐观的看 就是说在投手的战力上 不会差太多 对 因为在这四场球来讲 整个带出来的 不是只有观众的信心 啦啦队的信心 是球员的信心 所以每个球员 现在都是信心满满 那你说美国队可不可抱 刚刚讲这几个新秀 现在Meshall跟Rain Ward 一个是十二分打点 一个是十分打点 都是A组的一二名 那Meshall还单场七分打点 可不可怕 百大新秀的前四个都在 而且每一个都是那种 2000年以后的球员 总共有九个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真的看名单 看背景 不用玩了 为什么 每个都是即将要身价 百万千万上大联盟 2025年 那这个实体抢不抢 美国从来不缺潜力新秀 可是短期比赛 为什么日本 在这一二十年当中 国际赛22连胜 短期比赛靠的是什么 心理 心理素质 靠的是当下的 当机立断的判断 勤收 毕竟它不是那种 你一年要打162场 打60场 打132场的比赛 所以说还是 整个教练团 跟后勤团队 怎么样去支撑 你这个球队的一个强度 让你在当下 当机立断 能够判断出一个最好的决策 那这个部分 最起码我们从这两年 WBC在台湾的比赛 到今年的P12 因为我们发觉 中华队是值得肯定的 这个肯定不是只有 中华队的战斗部队 后勤部队值得肯定 因为这个整个是一个 运筹帷幄的大团队 勤收大队 这个大团队 从勤收到后勤补给 到真正的球员上去比赛 整个赫成一气之后 它才能够贡献出最大的战力 再加上这个比赛 也有高额的奖金 所以我相信 对中华队来讲 都是助力 也是战力 所以期待 我们最起码 在后面这三场球 有机会冲抢 最后的两名 而进入到最后的冠军战